3月27日,在博欧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,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利群,意大利前总统普罗迪,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志杰等八位嘉宾围绕一带一路,为全球化修路的主题展开讨论。 会议主持人,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表示,70多年来,支撑全球化的软硬基础设施出现了明显的老化,制约着世界的经济,中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,启动了为全球化修路的工程。 当前的投资,大致上是20%左右是电力的投资,19%是铁路的投资,其他的投资呢,主要是公路、管道和其他领域的项目。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志杰介绍,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,国开行累计为600多个一带一路项目提供融资1900多亿美元。 2017年5月,国开行承诺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25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。 截止到这个2月底,这笔专项贷款一一累进完成了承诺是4807亿等值人民币,其中呢,基础设施是1391亿这个人民币。 应该说这位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一个长期可持续,风险可控的一个巨大的一个金融支持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利群表示,很多人存在误解,认为只有中国做的项目才是一带一路项目,这是错误的。 亚洲前总统普罗迪谈到,当前欧洲面临英国脱欧等危机,因此需要为一带一路铺路。 因此,我们现在需要,我们需要,首先,共产的建设,不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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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仅 要仅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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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嘉良则从扩充一带一路包容性的角度提出建议 他同时认为在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也要结合中国的优势 推行数字一带一路 去年新加坡当任轮值 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时候 我们跟东盟国家 我们打造了一个智慧城市的网络 智慧城市需要科技 需要资源 中国现在在这个领域 有很多很好的科技 移动支付 AI 还有一些智慧城市 所需要的一些经验